新加坡网络安全局与谷歌合作 在下来几个星期逐步试推出新安全功能 阻止本地安卓用户安装一些未经验证来源的应用程序 防止用户落入骗局 在新功能下 安卓手机用户在接获来历不明的下载信息时 将会收到系统的警告 如果用户仍选择继续下载 就会被告知无法这么做 安卓用户可在系统内调整设置 如果选择允许下载的选项 谷歌现有保护机制将会成为最后一道防线 阻止有害应用的安装 博国是首个实行这项新功能的国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